魚的瘦想行色是怎樣的? 它的思維模式是怎樣的? 它跟人不一樣的嘛 魚會不會想起死了起床要上班? 不會嘛,是不是? 它會不會想起要炒鼓? 它會不會想起卡拉OK? 不會嘛,它的瘦想行色就正是 看看哪裏有飯開 好了,現在它的存在是一個橙樣子 我真的給你拿回家,找你的家人撕開它 它這個有皮橙的樣子是不是變? 又變了嘛,它就變成一個正在撕的橙 然後呢,你記得的啦 撕開了它就變成橙肉,沒有皮的 是不是?但是還沒撕開一塊一塊 再撕的時候一塊一塊 它的外相,那個相 這個就是相 它的相是不是不停地在變? 就是說它的存在的forms 那個形式是不停地在轉變的 你一有因緣在它上面 加上它,它就可以轉變的了 好,所以在佛教的定義說 如果它的存在的樣貌 是會不停地轉變的 我們就將它定性是假 有沒有聽過金剛經? 應該有聽過那四句話的嘛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如路,逆如電 好,這些東西是什麼來的? 這些東西 夢,環,陶,影,路,電 是什麼來的? 這六樣東西是什麼來的? 這六樣東西是真還是假的? 拜你的definition 不是佛教 用現在世間 用世間 用世間 閃電 你有沒有看到閃電? 真的 天文台會告訴你 昨晚閃電幾多次 難道你打電話上天文台? 假的 這是假的 人家問你為什麼? 拜金剛經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在世間人的定義 閃電的那一刻 你真的看到閃電 而天文台的機器也告訴你 它真的在儀器裡面測到 它真的有閃電過 但是閃電是怎樣的? 閃電完就不見 閃電完就不見了 所以佛教裡面所說的假 不是不存在 不是虛幻虛構的意思 佛教所說的假是 它存在 但是它不能夠保持那個狀態 行久不變 就為之假 你應該要很清楚 什麼叫做五穩非有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不是真的存在的 在佛教的定義裡面 五穩不是真的存在 五穩是因為某種因緣的情況下 它才存在的 五穩是什麼? 就是你 你是不是會用你的名字來稱呼自己 或者你會叫我 在佛教不是的 你這個這樣的物體 有個肉身 有個神色 這樣的合集體 就叫做五穩 你現在的名字是按個名字給你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問 究竟你未出生的時候 你是誰呢? 你死後投胎了之後 你又是誰呢? 你只不過按著不同的名字 你前世可能是哪裏人 可能是鄉村人 可能你叫陳大牛 你今世可能叫黃小花 這些是因為你的五穩 在某個時代出現的時候 有某種因緣幫你安納一個名稱 但是原來你在這些存在裏面 你只不過是不停轉一種存在的形式 可以是人 可以是動物界 甚至乎鬼神界 非有是告訴你 它存在過 但是它這種存在的形式 例如我們剛才說 你前世可能不是人 好了 那我們怎樣會說它呢? 純粹是例子 我有一天突然看到它 我覺得為何它這麼像龍躉 純粹是笑話 你不要當真 你走過去 你不要跟它說 法師你前世是龍躉 你不要 這個是我跟它可以說的 人家是法師 你不是想著你一個在家居士 你走過去叫做龍躉師 好了 我有一天突然覺得它這麼像龍躉的時候 我就編了一個故事出來 我說 喂 其實呢 你有沒有覺得你前世應該是一條千年龍躉 因為呢 被人捉了上岸的時候 那些人打算創你 那我就路經那個地方 我覺得千年龍躉這些有靈性的 千萬不要創你 很殘忍 我就跟那幫人買了你 就是你前世的那個龍躉 買了你 然後呢 就臨放生你之前 就幫你歸衣 懺悔業障 諸如此類 這樣 那你就覺得 差點死了 在刀口之下 我直接叫刀下留人 刀下留等 對 留一條魚 就留他 因為呢 我當下 救回他的時候 他很感恩 然後我跟他那些歸衣三寶 懺悔那些 他直接很涉心地聽著救命恩人所說 哇 他當下 結那個緣好心 所以呢 因為他有善根 人家歸衣三寶 他真的歸衣 千年龍躉 為什麼我不說第二樣龍躉呢 不是那麼細小條 是千年龍躉 那可能真的聽得名人話 那當他那期生命完結的時候 其實他一直深存感恩 自從被人救了之後 他對於光頭人士 可能有些好感 是的 所以呢 他來世 臨頭胎的時候 他覺得 哇 真的要去報恩 故事呢 他今世就來了做人 然後呢 在某個恩怨祭會底下 他以前夜夜生歌 是的 他以前夜夜生歌 他是阿朱小雲以前的舊下屬 也是做股票的 是的 即是那些呢 很微爛的生活 你怎麼會放工就去卡拉OK那些呢 你是不是可以想像 究竟是什麼 突然間 在很短的時間裏面 潛心歸依我 佛你的鏡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就說 因為他一千年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海裡 這樣惡下惡下惡下 惡下 那就惡了一千年 突然間 在某一個時期裏面 被人打救了 他就對佛教有點興趣 然後他的感恩心很強 所以他今世來 發心還要出嫁 行了 我為什麼說這些 我在說五魂 我在說五魂 五魂是什麼 五魂的前面色 其實就是肉身 受想行色 是他的精神作用 你可以說是靈魂的作用 佛教叫神色的作用 好了你想想 這條龍躉 前世的時候 顏色是龍躉樣 然後他就算聽得明白我說話 或者他很感恩有人救了他 是他前世的受想行色的作用 是不是 好了 但是當他命中的時候 他那個神色 就是你所說的靈魂 靈魂出來了 然後 就投胎進去第二個肉身 進去第二個顏色的時候 請問之前的龍躉 和龍躉的受想行色 還存在嗎 對 這樣就不存在了 這樣就叫做飛躉 不存在 龍躉樣子 對 所以我為什麼要說他 因為他這次有功德 對 所以你告訴他 我不害怕 我真的不害怕 你知不知道 最近 在臨去台灣之前 他說 師傅 其實想想想想 我覺得好像 真真地 我突然間 真的覺得自己曾經是龍躉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覺得 跟一個這樣的師傅 真的很恐怖 無端端他會想起一些新的點子 還要在大庭廣眾這樣拿出來 不怕我們的法師很願意犧牲自己 如果你聽得明白 什麼叫做五魂非友 我能夠肯定 他回來也好 我告訴他 我在你二百多人面前 告訴別人 他是龍躉 他都應該不會介意 你明白為什麼要用龍躉 你用人不真 你沒有那個 contrast 沒有那麼大 比較沒有那麼大 現在我說 他前世的色 是龍躉的肉身 什麼叫做五魂 其實就是這五個東西 色 是肉身 然後 受賞行色 是他精神的作用 待會我告訴你 這個process是怎樣的 好了 你想想 喂 修行師 前世的色是什麼 龍躉 死火了 你們這一屆的學費入門班 無論是橙 和龍躉 我們每一屆都有 有什麼精彩的東西 他前世的肉身是龍躉 請問 現在你見到他的時候 在四月他回來 請問龍躉在哪裡 龍躉不存在 龍躉不存在 龍躉只不過是 他上一期生命未死的 這千年裡面 曾經存在過 一千年的無色無樣 這樣叫做色 好了 然後他那個神色的運作 受賞行色 喂 龍躉的思維 你記得剛才我有形容過 是啦 他在一千年裡面 其實都是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很像 你試一下 或者一天他回來的時候 你在他旁邊 你看他的旁邊 其實有一點 你是不是很害怕 看到他的時候 你怕笑 喂 是不是很明白 他的思維模式是什麼 在他整個乳生裡面 在他整個乳生裡面 不是乳生 乳生 是乳 龍躉是乳 你以為龍躉是人 龍躉是乳 你想想 乳的受賞行色是怎樣的 他的思維模式是怎樣的 他跟人一樣的 乳會不會想起死了 要上班 不會 是不是 他會不會想起要炒股 他會不會想起卡拉OK 不會 他的受賞行色就是 看看哪裏有飯開 是不是 你明白嗎 你明白不明白 為什麼我要說他 不是因為我特別想念他 是因為 真的太明顯了 是不是 你其實有沒有見過他 他們見過 你很明白我說什麼 有沒有見過側面 有 有 你很明白 對 他整個乳生 一千年都是這樣去賺食 但是到了 他完了那期生命 換了第二個顏色 之前是乳 現在他變成人 人的色身的時候 他的受賞行色的運作模式 會變成怎樣 他就會想 想上班 好了 因為你知道他的身形 不是太高 是不是 他上班的時候 會穿那些很高的 那些 那些什麼 高跟鞋 好笑的 他說每天下班回來 他的腳都很痛 然後 誓死說明天不會再穿 誰知道 睡醒有一條好漢 又照著 那個很小的三角形 那裡 那請問 龍躺會不會這樣思維 龍躺會不會介意自己矮 不會 是嗎 那龍躺會不會想起 下班的時候 要夜夜生哥去卡拉OK 不會 你明白吧 那他的受賞行色 在今世人這個 色身的受賞行色 和魚這個色身的受賞行色 是截然不同 我只是想告訴你 你這樣其實就已經明白了 什麼叫做 不運非有 你的那個基本的認知是 有是世間的 它存在 就叫做有 用完之後叫沒有 是不是 但是在佛教裡面 就算它現在存在著 我們都叫做 非有 非有是一樣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圈 是圈在一起的 非有 就是說它是存在 但是它這種存在 是因應不同的恩緣 時間 地域等等 而有限制 存在的限制 這樣叫非有 是不是明白了 它說究竟眾生一期生命 完了之後 那些子孫幫他們送上山 然後 起墳 起塔 那究竟有沒有用的呢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神式 住在那個墳塔裡面的呢 佛陀說 亦在亦不在 亦不在 然後 就不找人 有什麼 有什麼 事情 要聽到